听说是你把秦总灌醉了 你们才有了关系 这是真的吗 你什么意思 秦先生太 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过 秦先生的前夫人是什么感受呢 你甘任做第三者吗 你们不要这么报告好不好 秦大太请你想一想好吗 是啊 你给他报社 姐出来了 秦总 秦总 说好几位是您的秦太太吗 秦太太 秦总你以前在江北 是做按摩师和酒店机就做过的 您是怎么认识秦总的 你们被记者堵在房间里 是你们第一次入会吗 不好意思 你们今天不回答问题 谢谢 秦太太 听说是你把秦总灌醉了 你们才有了关系 这是真的吗 你什么意思 秦先生太 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过 秦先生的前夫人是什么感受呢 你甘任做第三者吗 你们不要这么八卦好不好 秦大太请你讲一讲好吗 是啊 你哪家报社 大家都来了 你们做记者的真够八卦的 什么 按摩和清洁工 是低等工作啊 还不是跟你们记者一样 都是靠劳动赚钱的吗 人人都是平等的 你们的问题真没素质 是 事与我跟秦总平怎么认识的 这是我们的秘密 想知道吗 就不告诉你们 走啊 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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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一下 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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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话说的 别说了 到现在我的心 还在砰砰砰砰的跳 我都没看到过 那么大的场面 那么多的记者 乱哄哄的 我刚才没说错话吧 你刚才说话 真的是毫无破绽 不知道的 以为你早就把台词 背好了呢 拜托你们下次 如果再有这么大场面的话 早通知我一声 让我可以回避一下 不过这些人 不是我安排的 丁杰 是谁卸了我行租的 这个 我去查一下吧 在我个心目中 你一定是个没头脑的 想想大姐 原来这么厉害 看来我不可以小看你了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损我 我当然是夸你的 谢谢 不用客气 我应该是个没头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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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